《大明朝》 《大明朝》 我自我感觉非常好 然后也觉得这个应该是 远了不敢说五六年里 从剧作上是最好的一部 从唐唐曾饰演的 《刘威》这样的女性史料契录展示的 《大明朝》一开始就超讨厌 这样在《大明朝》的一个 第一家族的内部 外部的一个打得多种 对 非常好看 对 我在里边是演的最差 我觉得这戏就非常挺好看 每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想想是不是要复制粘贴一下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就是在见面的时候 他认为人服 我以为人服 他以为人服 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的话题 会更加的宽暖 会牵扯到一些很多我们的孩子的内容 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戏 觉得他真的很辛苦 比上一次我们在《黄金时代》的时候 还要辛苦 因为《黄金时代》 毕竟是一部电影 而且周期和这个项目也很短练的 这个光现场拍出 实际上就不怕 对对他来说 负荷量非常大 他挺辛苦的 那个演《黄帝》 其实很多古装戏 都有这个《黄帝》 比较重的角色 不知道你在诠释《黄帝》的时候 特别狠的内容 因为我们这个剧主要展现的是 朱瞻基在政治家族里面的求生 他是一个 整个剧集《三十五集》下来 他就断续在群球出入的一个角色 三十五集就增长了三十五集 他的荣誉的成长形态 他一直是以爺爺的喜怒无常 唯一一种 他的很多情绪比爺爺的情绪 就是朱瞻是一个极其深沉 投掠的英文 这个宋敬之伴随他身边 一肩膀和照顾他 在他身边企图想 很多的停下 但这个不可能经历了几次了 所以说是那个特别清洁 特别挣扎 极具阴暗面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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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痛苦的觉得 那是前朝的这个事情多一点 还是后面的事情多一点 还是比重参半吧 我觉得应该是比重参半吧 比重参半 而且这么讲的 我刚才形容到了 我们在讲一个第一家庭的故事 我们在这个家庭 只要是和这个家庭的群人来关系的人 都会有那么重彩的 你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牌甲 我俩从来没在现场过 是吗 那你会很疑乱吗 是有点疑乱 很多人跟我分享过 他的现场的状态 我看来说很不像一个年轻的孩子 很像一个 导演的话说 他的表现 远远超出了导演的相机 是一个已经有了成熟的人的心态 这个其实我还挺希望有机会 能够跟他正式地在一起合作一次 那你穿完这个牌甲以后 自己的那个身材方面 有没有觉得更好 能够似的发生 其实那身卡甲真的消耗量非常大 我穿那身卡甲 基本上原地站的不动 对 就是 每动物股都是贡献给橘色 哈哈哈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 悠苦土豆娱乐 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悠苦娱乐 全娱乐早八点 带他更多八卦猛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 和千名福利的资源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在关注哟 这世界很酷